小姐,不如我幫你開機吧 咦,Karen,Steve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沒有,我覺得啟燈這裡的發展越來越成熟 將來如果住在這裡,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裡休憩空間十足 下樓就可以去空中花園散步,看日落 放假還可以約朋友去跑道公園野餐 又可以帶小孩子到海濱長廊放電 將來還有全港最大的都會公園 可以在帆囂的都市感受大自然 每日的生活都那麼捨意遊閒 不說了,以為自己去了旅行 特別是Papinissola這一帶即將落成的新盤 比其他城中心更加臨海,景觀開揚,甚少阻擋 而隨著九間地產發展商宣布攜手合作 將這一區打造成全新的綜合多元化地段 Papinissola,三面橫海 匯聚約45萬平方米陸化和休憩地帶 包括全港最大的都會公園 即將落成的啟德體育園 未來這一區,無論居住、景觀還是配套 都稱得上是世界級的享受 聽完你這樣說 我更加要積極考慮在啟德這裡的焦點新盤 Miami Key 它是由匯德峰地產、行機兆業地產 新世界發展和帝國集團合作發展 亦都屬於Papinissola命名之後的頭炮 將會分兩期發展 而第一期Miami Key One 將會興建三棟28層高的住宅 連同地庫和各樓樓層 提供648伙 主打一房和兩房互營 Miami Key 全盤過半數單位可以望着九龍灣盤 被淪水上活動中心 就好像置身在維港上的環海綠洲 與國際著名海濱都會Miami一樣 充滿陽光與海洋的氣息 帶大家看的這個單位 以第三座28樓H室為藍本 實用面積315平方呎 屬於一房單位間隔 客飯廳間隔方正實用 長大約4.7米 擺放架式非常容易 純白色門框和窗框 令單位整體視覺上更加光猛 提升空間感 開放式廚房層L型設計 膠樓標準配備雪櫃 電磁爐 蒸焗爐 洗衣乾衣機等家電 廚房另一個深思位 在於這個木紋框 觀感上可以將廚房區域 和客飯廳分隔 至於睡房 採用玻璃幕牆設計 提高室內採光度 擺到雙人床之餘 幫買個衣櫃都沒問題 而廁所屬於名廁 整個啟德來說都算是小有 而項目的會所設計 同樣貫徹Miami主題 總面積超過3萬平方呎的 Club Miami 由獲獎無數國際團隊 GA Group打造 整體設計風格簡約華麗 同時帶有幻味的元素 就好像這部Vintage Car一樣 夠浪費復古稀皮 影上打卡一流 設計團隊亦特別邀請到國際藝術家 設計創意雕塑 將濃厚的藝術氛圍駐入 Miami Key 圓林 重情運動的話 Club Miami設有24小時開放健身室 引入多款暫身訓練設備 例如有Interactive Rowing 實況互動蛙艇機 連遊戲場景都是無意回Miami 夠了心思 至於會所戶外泳池 同樣充滿陽光與海洋氣息 坐在Cabana 真的好像去了Miami度假一樣 Papinissola本身就位於香港市中心 去港九新界本身就很方便 中環、九龍東、尖沙咀這幾個核心CBD 都在15分鐘或以來 要去各大基建同樣很方便 未來經過6號幹線 開車約10分鐘左右 就可以到達西九高鐵站和ICC 我知道Papinissola還計劃發展 多元組合模式環保連接系統 比較特別的是會有一條橫跨觀塘被風塘的 自動行人道網絡 連接Papinissola、九龍灣和觀塘商貿區 二日後水上的士亦會設啟德、銅磡、尖東、中環和西九 五個上樂客點 迅速接通維港兩岸 而MiamiKey亦正是申請穿梭巴士往返啟德港鐵站 即是一程車就可以連接港鐵鐵路的核心 所以啟德成功吸引了不少在附近上班的家庭下 特別它位處於傳統的名校網 小學34校網和九龍城中學校網 子女學業方面一條龍星學絕對不成問題 配合九大地產發展商聯手合力發展Papinissola 有望加快落實周邊的配套 未來這一區的發展絕對令人期待